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在11月登场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为了巩固民主党的票仓 他在选择竞选搭档的时候 就邀请了拥有非洲和亚裔血统的加州女参议员贺锦丽 但令人意外的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三天前的民调却显示 拜登在全国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优势 反而比起之前缩小四个百分点 并且在15个选情胶着的摇摆州 双方的民调差距也缩小到一个百分点 所以有分析就认为了 拜登打出混血女性这张牌 并没有为他带来任何优势 反而让对手缩小了差距的这个落后 民主党的巨头们包括前总统奥巴马 克林顿等人为了力帮拜登拉票 也加大力度把炮火对准特朗普 在美国维斯康星中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进入第三天 民主党重量级领袖虽然人都不在现场 但他们都一个接一个透过视讯 隔空蒙才美国总统特朗普 全力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拉票 在来临的总统大选中 和拜登搭档竞选的贺锦丽 昨天也正式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有着黑人和亚裔混血的贺锦丽 除了抨击特朗普无能 也强大反种族歧视这张牌 民主党在唱衰特朗普政府的同时 特朗普的副手彭斯也不甘脆弱 他在清零威斯康星州参与造势活动时 就字字句句在讥讽民主党 说当地人民根本无法在 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大会上 看见民主党领袖的身影 反倒是特朗普克他 这段期间都在卖力出席各种活动 而威斯康星州的选民 也快两年都没有见到拜登了 我听到这里 拜登在659天里 拜登在659天里 其实你最后见到 美国总统候选人 在Badger州当时是在2012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